哎呦太悲催了走错路了提前拐了 不知道拐哪儿去了 今天呢是三星的新的手机可以预定的那一天 我是每年啊三星的手机苹果的手机都会第一时间 如果能预定我会预定三星的话我一般会在这个店里去预定 那经常来到的就是Best Buy等我出来 OK从Best Buy给了我一个这个 然后上面会告诉我 上面会告诉你如何在网上置换一些奖品什么的 哎我发现每次三星一旦发布新手机的时候 我得好好努力赚钱了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要花很多钱 现在去一家店找找我朋友 天气变暖了好热 有那么多吗 不行不行不错不错不错很重要 车买的太小了然后他那个买的棵树苗放回去 好好好我这样子我就这样扶着 我就这样扶着 我就这样扶着 就这样扶着 这个高度还真的好 好看吗好看啊好玩啊好玩啊你怎么收到我的啊 你是随便收到了吗 耶在这儿好玩吧 现在小孩都喜欢看抖音 还把我给收到了 本来说今天呢有一个墨西哥的公司啊过来在后院的种树嘛 结果那个公司不来了 就导致我们这个买树的这个计划失败 当后来买了一棵放在那里还没有时间把它种进去 要等那个墨西哥的这个公司来 然后今天呢我就趁这个时间跟大家讲一讲 前几天我买这款镜头 在说镜头之前我跟他说看我现在的主力镜头呢是 我配的是索尼的机器 但镜头呢已经没有用到索尼的镜头了 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一款比较称手的这个广角的索尼的镜头 那其他索尼镜头当然也有很多质量高的性能好 但是价格实在是有点高 就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那我就选了一个腾龙的镜头 这个是我的主力 那这个可能没有跟大家讲很多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这一款就前几天给大家突然间漏了一下啊 就是这个就腾龙的20毫米焦端了 光圈在f2.8这款镜头 本来呢我用它呢想作为就替换现在用的这个镜头作为一个广角镜 可是后来失败了 因为它有它的不足 还有它有它的特别精彩的地方 那今天呢我们就去户外 我们聊聊这个镜头 在户外体验一下 因为毕竟用了几天 感觉 还是不错的 好家里不要带的太热了 出门 OK 来到了我最喜欢的公园 今天我们就聊聊这款镜头 那说到镜头呢 其实如果大家懂行的都会觉得 诶 市面上呢它有很多种镜头 比如各种焦段 那我们常见的有广角 比如说16毫米到35毫米 那还有中端 就24到70毫米 还有远端70到200 甚至是70到300 这样一个焦段 那就算是这种定焦镜头的话 也经常看到的是16毫米啊 35毫米啊 24毫米 还有这个85毫米 50毫米 都是这种的 在市面上很少有突然见到一个20毫米焦段的 那我们按照这个焦段来说 16到35 就属于相对来说比较广角 那16到20也属于广角端了 那所以我们先定义这个镜头就是一个广角镜头 因为这样的镜头呢 一般往往是适合拍这个景色的 画幅拍的很宽 那这款镜头特点呢 我觉得有三个 第一个其实当我拿镜头的时候 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小小的镜头 它镜头非常的轻盈 其实呢我觉得它便捷性呢 一定是非常过关的 它的卡口呢是E系列的 所以它是给索尼专用的 那提到索尼相机就不得不提 那索尼现在最新的相机 它最好的一个 较之于其他品牌啊 它的最好的功能就是自动对焦 我之前在用17到28那个焦段的镜头 我会发现它对焦 如果是用在这个索尼α9上呢 它是效果是极好的 无声对焦 可是呢这款呢 作为这个市场定位 在这个阶段的产品来讲呢 它现在在亚马逊上的售价呢 在400美金以下 那其实就300多 那按照这个定位来说呢 可能我不能对它要求太高 可是呢我在买它的时候呢 我是希望它可以作为我一个视频相机去用的 就是它可以在自动对焦上呀 在静音上做到很到位 可是呢会发现在实际使用当中呢 它呢并不特别擅长于这个视频拍摄 一个原因是它视频对焦方面呢 并没有表现得很良好 那不能说特别差 只能说接近于平均水平 往上那么一丁点 然后在自动对焦的时候 它的声音呢是非常大的 会有这个呼吸效果 就是镜头会有的时候 在一个焦距的时候 它会忽然闪一闪 它在对焦上呢 没有做到一个很精确的 或者说很稳定的一个状态 但是它另外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就是 它的最小的对焦距离呢 竟然达到了是0.11米 就是11厘米的一个焦距 说实话就是你在拍摄的时候 你真的可以把镜头贴到你要拍摄的物品上 那其实最有趣的地方 就因为这个焦距太近 再加上它是F2.8的光圈 各位 它景深呢要远超于同期的那个2.8 因为它实在可以距离物体太近了 我尝试着用它拍摄特别近距离的物体 我会发现它甚至可以呈现一种 有点像macro lens 就有点像这个微距镜头一样 那比如说我这边有个蒲公英 给大家看看蒲公英 通过视频的方式和照片的方式 能够拍摄成什么样子 你可能为了解释 当然像这个面称一样出现 但是因为有点像 United 我尝试到当时 它就会像一个月没一样出现 就是像是一样的 像是幽默子 虽默子 在做镜头的时候 或者说 腾龙在镜头的画质表现上呢 说实话一直没有让别人失望过 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呢 有个朋友 他买了一台这个富士的中画幅相机 同时也配了一块腾龙的镜头 他说腾龙的镜头虽然说啊 当时这个可能对焦上啊 没有那么好用 但是画质的锐度是极其高的 它镜片在光学上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接下来呢 我就试试这款镜头 可以拍摄出来的视频和画面的精度 我们看看它的精度 究竟可以高到什么程度 先给我的相机 来一张照片 隔着那个安心的照片 在密度中心拍摄 就会忘了 留在脸上 就会忘了 这是 这个 同时 我 还 哎呀 我的天呐 拍摄的时候不用说我从这个相机的取景器当中啊 已经看到这个镜头真的是锐度是极高的 而且当我这个拍摄视频的时候 把需要拍摄的物体拿到镜头凑得特别特别近的那一瞬间 我觉得它能够从轮廓拍摄到细节 再能拍摄到细节当中那个纹理 我觉得这个解析度实在是这个价位当中表现极其优秀的一款镜头了 太棒了 哦 一只小狗狗过去了 真的很棒 那接下来我们试试就我说的 在视频方面对焦上它的自动对焦OK不OK 声音大不大 那声音大不大我们要在室内听 那在室外我们就看看它的对焦系统 那现在我用的这个拍摄相机 它的相机本身可以提供的自动对焦系统是非常优秀的 那我把镜头换到上面感受一下 OK各位 现在开启对焦模式 看它的对焦反应速度究竟如何 可以很近 确实不错 远点 嗯 再远点 其实刚刚在对焦的时候我可以明显听到它的声音 但是如果说你的麦克风呢 不在相机本身那还是OK的 我可以听到声音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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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的声音 它不仅能可以用在全画幅相机上也可以用在APS-C上 就像我现在用的就是APS-C 那画质表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锐度非常的高 景深非常的好 它的缺点来说呢 我觉得并没有很大 除了说在对焦上可能会 在某些场景当中呢 它会有一个呼吸效果 拍镜头有点不稳定 那其实在拍静态照片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那在照片上的表现 今天的天气呢稍微有点阴 之前呢我也拍过一些照片 我个人感觉当时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 会觉得这个镜头的速率是极其高的 尤其在这个价位上真的是没得挑 这是我对这款镜头评价 它的使用场景其实蛮多的 20毫米焦段呢 你不能说是超广角 但也是广角 接近超广角的一类 所以它拍摄风景呢是非常不错的 同时它用途真的非常的广 因为它的对焦距离真的那么近 它可以拍摄部分的微距 同时呢如果你是一个长距离的麦克风 你想拍摄现场的一些采访 完全没有问题 就像现在一样 景深非常的漂亮有没有 F2.8的光圈 如果你人再站近一点 可以站到这么近 还可以拍到一些局部的特写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款镜头呢给我们的想象空间还是蛮多 就是你可以创造出很多不一样的图像 那既然作为广望镜头 当然免不了啊拍点这个好的景色 也希望大家能够带上这款镜头吧 好好的去户外拍一拍 那这款镜头其实它的做工虽然说啊 没有摸起来感觉很踏实很结实 但是它的做的防水的用料其实很讲究 非常的轻便 画质表现非常良好 效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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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